大家好,我是Mr.Aman So 今天會為大家介紹HKDSC 2017 Mathematics Core of People 1, Session A1, Question 8 請問右畫面的訊息,如果你是新資的話 你可以Post畫面,但如果你是舊語的話 我們可以過下一頁 第八條,第八條就是一個很簡單的variation 應該是一個inverse variation 先列一條色,根據那個文字 y等於k over root x 然後代入化,代入數字 我們會計到k是972 由於題目叫我們express y in terms of x y等於972 over x 看看b,如果x的值是144增加至324 那change of y是多少呢? 首先我們要計算當x是324的值 y計算出來就會是54 由於x等於144,y等於81 簡單,y的改變由81減少了54 y減少了27 b也完成了,好多事大家收聽 好,來到八頭公去畫 當年,在2016年的Paper 2第12條 也有一種改變 不過當年問% change 所以絕對推薦大家回去看看這條片 相當之有用 在2013年的Paper 2第13條 也提出一些% change的問題 也很建議大家回去看 2016年的Paper 1第8條 當年就不是了 當年就是計算部分變 即是說不一定是某一種變 在Session A1幾種變都有 幾種的Variation都可以 好,也都因為 當年那一條 牽涉到 sumotination equation 所以連那個 的Calculator program都給大家 也看看2015年 的Paper 1第10條 也都看到了 那個是Paper 2 來的 好,如果你覺得我的work 是好的的話 麻煩你幫我share出去 這次經文人送給大家 因為我只能夠教到你少少的知識神 卻教到你生命有緣的 劉華士達的教會見 多謝大家,拜拜 拜拜